朋友们好啊 2021年的12月9号 129运动 多少年了呢 1935年129运动 86年 今天是129运动86周年 那么在昨天 129运动当年的领导人之一的 谷景生将军的遗孀 范城秀老人家 遗体告别仪式 在301 就是庄文将军总医院的 这个西院告别厅 举行 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消息 说这个 还在狱中的这个女婿 薄熙来 女儿 谷开来 是否经过批准 见了老母亲最后一面 不知道 11月23号去世 这个停龄半个月 这个中间肯定是有一些事 安排了一些事 什么事呢 是跟中央谈了一些事呢 等待答复呢 还是说 包括私下里面有一些亲友 包括不方便那些亲友 跟老人家做做最后的告别 不得而知啊 那么星岛日报呢 这一大早就报道了 说这个范城秀虽然是 有八十多年党龄的这个 货人价实的老革命啊 但是呢 昨天的这个告别仪式 搞得比较 简单 除了 因为他是中组部的退休干部 归中组部管 所以呢 这个中组部的部长 陈希 给范城秀老人家送了花圈 那么除了陈希之外 没有见到现任的其他的 中共的领导人 献花圈 那么说告别厅的上方挂着 沉痛悼念范城秀同志 这样的黑底白字的横幅 然后两侧呢 从头到脚 纯下的两府巨府的这个对联 说很好概括了这位老人家的这个革命的一生 概括了这个北宋的名相 范仲淹的后人 这范城秀老人家是范仲淹的后人 范仲淹的名篇大家都知道啊 他对联里就有体现 对联是这么写的 范公后人 大家闺秀 自幼备偿困苦 意志更坚 年方急机 毅然投入抗日洪流 始终牢记 先人后己 先忧后乐 这不就是范仲淹的话吗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上脸 下脸是革命战事女中豪杰 一生历经风雨 初心未改 遂至妻疑 又能背诵入党誓言 真正践行生命不止 奋斗不息 这对联写得不错啊 挺好的 年方急急 依然投入抗日洪流 急急 这个急机 古代的时候女孩子15岁了 那么就可以把头发盘起来 然后插上那个毡子 那种叫鸡 草子头底下是个开子 插上那个毡子 就意味着她成年了 这个范正确老人家不是15岁参加革命的 15岁参军 所以正好是古代的这个女子成人的那个年龄 15岁 所以说他写的是年方急急 依然投入抗日洪流 下连里的这个岁至七夷 又能背诵入党誓言 岁至七夷 七望的七 夷和园的那个夷 七夷是什么 七夷就是指一百岁的人 一百岁的老人 成为七夷 所以这个联 整个这个联 上下联 对账又很工整 基本上把老人家这一生 包括他的出身 这个 都做了很精道的概括 这是这个现场的这个布置的情况 然后呢 现场又派发了经过中央官方审定的范成秀同志的生平 现在不都八宝山什么 经常看到那种宋人的时候发那种 这个小册子 小薄册子 有的可能就是对折的一张纸 有的可能多几页 你现在这个范成秀说还经过中方审 中央审定了 中共官方审定了他的这个生平 只在1937年领着自己的弟弟投奔了革命 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8年错化了右派 才是58年错化了 那这真正的是属于扩大化的这个右派 58年错化 直到20年后才平反 是中组部的离休干部 生前享受副省机的医疗待遇 副省机医疗待遇 这都中共特色 那么灵堂里头有薄熙来夫妻两个人和儿子 副瓜瓜现了花圈 流亡海外的这个副瓜瓜的悼念的文章 在现场也曝光了 在这个文章里面 副瓜瓜称自己与姥姥已经分别十年之久了 那么博瓜瓜在文章中写道 说这些年常有人问我想家吗 我心里总是默念 男儿四海为家 怎会小家必育的 有想家一说 然而何为家 中国是家 给予我的是神圣感 爸妈是家 那是我精神的摇篮 而跟姥姥共餐 才是我牵肠挂肚的家的场景 近年天涯咫尺 我已习惯过着看不到姥姥的日子 但我早晚念叨 爸妈老姨 他们是我每日的牵挂 生活的向导 那副瓜瓜在这文章里 回忆了和姥姥相处的 这个点点滴滴 还披露了一件事 11月23号 就他姥姥去世之前 最后的这个时光里面 副瓜瓜和他姥姥 两个人通了两个小时 零四分四十秒的视频 这也算是 做了最后的道别了 伯瓜瓜说 姥姥已经驾鹤西去 提醒他 提醒了自己 行事要顶天立地 分清主刺 家以国为重 家可以为国牺牲 为国蒙羞 不与小流 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对任何人都要理解 包容 志向不可自私自立 要为造福人民 而立 这是 现场出现的 这个 伯瓜瓜的这个 道念他老了的文字 这个字里行间呢 应该说 伯瓜瓜长大 伯瓜瓜真成熟了 耳力直连了也是 伯瓜瓜听说 有两个说法 有人说他现在在纽约 还有一种说法 说他现在在加拿大 在蒙特利尔 但是呢 无论在哪 伯瓜瓜现在是自食其力 听说在做职业的律师 我相信 无论别人怎么评价 这个伯瓜瓜 无论薄熙来案怎么 这个庭上怎么样 这个 说到薄熙来的 所有的那些的罪 所有的那些罪行李 有多少事说牵扯到 伯瓜瓜 那么 我觉得今天的伯瓜瓜 应该说 长大成熟了 真正的 说三十二利 真利起来了 希望他 也相信他 一定会继承 这伯家和股家的血脉 通过 他爸爸妈妈 这个八九年前的 这一遭劫难 能够真正的 向他的 父母 向他的祖辈们看齐 能够 做一个不辱墨 自己家族的 顶天立地的 这样的男子汉 此外呢 说现场呢 也派发了 古开来 五姐妹 撰写的文章 五朵金花 包括古开来 这个文章里深情地 回忆了母亲的一生 称妈妈一生光明磊落 荣辱不惊 输才仗义 用光明的心态 带领全家 走过一段又一段 艰难的时光 文章说 我们会永远铭记您 和爸爸的教导 有尊严地活着 昂首挺胸 走在大街上 走在人群中 做一个大写的 真正的人 并将遵循 嘱托 无论身在何处 家国大义 人民至上 这是 古家五姐妹的 悼念母亲的文字 字里行间 深明大义的一家人 应该说 这个 2012年事发之后 一直到今天 应该说 无论博家还是古家 都做到了这四个字 深明大义 都做到了 古家这个五姐妹 这篇文字里头 说的另外八个字 叫家国大义 人民至上 那么呢 青岛日报说 这个昨天前去调宴的 大多数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估计有上百人吧 那么 送花圈的除了这个中组部的部长 陈希之外 还有退休的一些军方的将领 包括中共中央军委的原来的副主席 池浩田 原来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委员 余永波 李继奈 等等 但现场呢 看不到其他中央领导人 送的花圈 这就是 范城秀老人家 昨天一起告别一事的 相关的报道 与大家分享 与 关心博家和古家的朋友们 顺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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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